去乾塘江观潮,在月光下散步,沐浴江边斜阳的余晖,感受美丽的田园风光,沉醉在繁星满天的夜晚,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会让我们心旷神怡。 山清水秀,鸟语花香,相信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美好环境之中,可是,只要大家留心,就不难发现,人类的许多行为正在破坏着我们生活的环境。 看,课本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四幅插图,大家仔细观察,你看到了什么,由此又想到了什么? 我看到第一幅图片上,遍地都是塑料瓶,这些直接扔掉的塑料垃圾对环境危害很大。 第二幅图中,污水直接排放在河沟里,原本清澈的水不仅变得又脏又臭,还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。 如果人们生活在第三幅图那样的环境里,呼吸道的是被污染的空气,这十分影响身体健康。 第四幅画面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光了,我觉得这样会造成水土流失,还有可能会引发沙尘暴。 是啊,图片上展示的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遭到破坏的种种现象,这些环境问题真令人触目惊心。 这组图片也让我们想起了生活中看到的一些现象吧,因为从单元之初,同学们就通过不同途径进行调查, 搜集资料,了解到我们身边也存在着各种环境问题。 恰好,第一单元口语交际就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主题,我们与环境。 这节课,我们就在课前调查的基础上,围绕书上的这些话题,继续学习发表看法,进行讨论。 大家读读书上的小贴士,想一想,这次口语交际的要求是什么? 围绕话题,发表看法,不跑题,判断别人的发言是否与话题相关。 读完以后,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,小贴士给我们提了哪些要求呢? 第一句对我们提出说的要求,说,围绕话题,发表看法,不跑题。 第二句话,是在告诉我们听的要求。 听,要抓住主要信息,边听边思考,判断别人的发言是否与话题相关。 细心的你们一定发现了,围绕话题是这次口语交际的关键。 那么,结合本次话题的要求和内容,以及以往我们进行口语交际积累的经验。 在进行话题讨论时,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? 你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吗? 在讨论时,发表自己的看法要紧紧围绕身边的环境问题来说,不能跑题。 要向别人赞同你的看法,得把你看到的现象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说清楚。 我还想提醒大家,当自己不发言时,要倾听同学的发言,不随意打断别人说话。 如果发现对方跑题了,等他发言完毕,再进行提示。 为了更好的进行话题讨论,老师把大家刚才说的要求和提示进行了汇总,制定成一份评价单。 在讨论时,该怎么说,怎么听,我们就更清楚了。 在交流之前,老师建议同学们做一下发言准备,可以拿出你们课前填写过的调查表,在上面画上发言要点。 这样可以帮助你们在发表看法时说得更有条理。 大家思考好了吗?我们就进行交流吧。 快听,这几位同学已经围绕话题,开始发表看法了。 我认为垃圾污染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,虽然我们小区里已经放置了分类垃圾桶,但是有些居民根本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,甚至还有人把垃圾随意扔在垃圾桶的周围。 夏天到了,堆积的垃圾不仅塞发出难闻的臭味,还会招来蚊虫。蚊虫叮咬人们,就容易传播疾病。 不光如此,其实垃圾的来源也有很大问题呢。 那一次性餐具来说吧,按照一家三口吃一顿快餐来计算,至少要扔掉这么多垃圾。 塑料餐盒,饮料杯各三个,塑料勺三把,还有包装纸,餐巾纸等。 其中的塑料垃圾不容易降解,会污染水和土壤。 我查过资料,有些一次性塑料制品遇到高温时,里面的有害成分就会渗出。 如果用来装热的食物,时间久了,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。 这两位同学的发言中,都提及了垃圾污染的这个环境问题,是不是也引起了你们的共鸣呢? 其他同学还发现我们身边存在哪些环境问题呢? 我们接着往下听。 有一次,家人带我去郊区游玩,准备到一家客栈吃午饭时,我看到有人直接把污水、污污倒进了连接的河沟里。 一阵风吹来,我就隐隐闻到一股臭味。 我听家人说,被污染的水如果不及时处理,很容易滋生细菌传播疾病。 说到空气污染,大家对雾霾还有印象吧? 虽然雾霾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了,但是偶尔出现时,天就变得灰蒙蒙的,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,呼吸不顺畅。 通过查资料,我知道了雾霾会引起抵抗力弱的人呼吸道感染。 雾霾的确属于环境污染问题,导致雾霾形成的污染物有很多,汽车尾气就是污染源之一。 我曾经看到过一辆汽车,尾部冒出黑烟,还闻到了刺鼻的气味。 我在网上搜到了相关的知识,汽车排放的尾气中, 还有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以及颗粒物等有害物质,不仅污染空气,还会导致人们患上支气管炎,皮肤炎症等疾病。 怎么样,这几位同学讨论得很热烈吧? 他们说的是否属于身边的环境问题,是否把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说清楚了? 大家快来评价一下吧。 我认为他们都是紧紧围绕话题进行讨论的,没有跑题,他们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, 把我们身边常见的环境问题,以及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危害说得非常清楚。 听他们说完,我觉得垃圾污染的问题格外突出,我还想补充一下。 当我和家人外出吃饭时,就能发现有人点了很多菜,到最后吃不完就剩下了。 这种情况多了,大量的厨余垃圾会对垃圾处理造成严重负担。 我也同意,一位同学用一组数字来说明垃圾污染问题,令我印象深刻,也让我意识到,平常的一顿不经意的快餐就会造成白色污染。 我也认为他们讨论时没有跑题,听了他们说的,我知道了人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做法,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,造成了垃圾污染,水污染,还有空气污染等问题。 是的,这几位同学从生活中看到的现象出发,先说清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程度,再说明由这种现象产生的后果,指出环境问题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和危害。 这样,紧紧围绕话题发表看法,不仅观点明确,表达清楚,重点突出,而且明白易懂,和别人沟通起来才会更加顺畅。 而从同学们的评价中,老师也发现,你们听得很认真,在积极地思考辨析后,还能够围绕话题,补充自己的看法。 大家都按照小贴士的标准,要求自己,快在评价单上,画上小星星,奖励自己吧。 汇总同学们刚才的讨论,我们就会发现,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和环境息息相关,密不可分。 那么,面对身边的这些环境问题,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。 看,下一个话题也就随之而来了。 为了保护环境,我们可以做些什么,也许大家一时还没有想到好办法。 别着急,我们来读读书上给我们提供的两条小建议,看看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吗? 如果开车时停后时间长,我们可以提醒爸爸妈妈将汽车熄火,这样可以减少尾气排放,也可以节省燃料。 最后离开教室的同学要记得关灯,大家一起努力做到不开无人灯。 同学们,读完以后,你们有什么发现吗? 第一位同学的建议一举两得,因为汽车尾气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。 如果开车出行时这样做,不仅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,还能减少燃料。 第二位同学则提示我们,通过随手关灯这个小小的举动,就能节省用电。 你说的没错,我们要用心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如果每个人改变一个习惯,改进一种做法,就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断地得到改善。 我还有补充,在提建议时,用上可以也可以这样的句式,既能把理由说得清楚明白,又不是命令式的口吻。 大家读完后,会愿意按照建议中提示的方法主动去做。 而像不开无人灯这样的说法,还很有意思,能让人一下就记住这条建议的内容。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,看来,保护环境的做法不能只是一句空话。 我们在提建议时,要关注生活细节,从小事做起,想出简单一行的办法。 当然,如果你能说清楚,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,你提出的建议不仅具体实在,还会更有说服力。 另外,在表达时,说建议的时候,还要注意说得简洁明了,让人乐于接受。 同学们从这两条小建议中获得了这么多启发,我们就来集思广义。 根据之前讨论的话题,想出保护环境的做法,并提出建议。 你们愿意接受挑战吗? 同学们一定约约欲试了。 看,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一张建议卡,上面的部分可以针对你关注的问题,写出建议。 下面附的是一份评选标准,相信有了它的帮助,你们的建议有可能成为金点子哟。 大家思考好了吗?思考好了,就可以填写建议卡了。 同学们填写完了吗?快看,这个小组的同学开动脑筋,提出了不少建议呢。 我们要从这些建议中选出十条建议,该怎么选呢? 有位同学提示我们,可以对照,评选标准进行选择。 这个办法可真不错。 听,这个小组的同学已经开始评选了。 我发现第一、二、三条建议都是从用餐习惯方面提的。 相比之下,我认为第一条、第二条建议提出了简单异形的做法。 第一条建议中还说明了理由,语言也有号召力。 而第三条建议不仅和第二条建议内容有重复,还是命令式的口吻,不太容易被人接受。 所以我选第一条和第二条。 我同意选这两条建议,同时我觉得第五条建议也可以入选,因为它和第一条建议有相似之处,不仅有简单异形的做法,而且像光盘行动,美丽的浪费,这样的语言让人耳目一新,印象深刻。 大家看,第七条、第九条和第十二条建议,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问题,就是做法都不够具体。 我认为这三条建议可以先删去,等想到了与之相关的简单异形的办法后,再补充上。 我认为第六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三条以及第十四条建议,关注到了我们生活的小细节。 提出的做法既具体又简单易行,理由也很充分,特别是第十条建议,还启发我可以用矿泉水平做成简易的沥水栏。 怎么样?这几位同学选出的建议和大家心目中选的建议是一致的吧? 现在还剩下第四条和第八条建议没有进行评议。 同学们快来读读这两条建议,他们能入选吗? 我们来判断一下,他们是否有助于解决我们身边的环境问题,是否具有简单易行的办法? 相信大家用评选标准衡量以后,就一定会投赞成票的,经过大家的评选。 我们最终选出了这十条建议,快来读读吧。 一,用餐食,我们要提醒自己和家人能吃多少就成多少,大家一起加入光盘行动,既节约粮食,又减少出于垃圾。 二,外出游玩,我们可以自带餐具和水瓶,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网块和纸杯,少喝瓶装饮料。 三,我们可以提醒爸爸妈妈减少私家车的使用,多乘坐地铁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,这样可以减少尾气排放,做到低碳出行。 四,大家尽量不要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,减少美丽的浪费。 五,打印资料时,我们可以采用双面打印的形式,只能单面打印的纸张,我们可以收集起来作为操稿纸使用,这样不仅节约用纸,还能借我们的微薄之力保护森林资源。 六,外出时,我们可以常备密封袋,当附近没有垃圾桶时,就可以暂时用它装垃圾。 七,我们可以用空矿流水瓶栽小花小草,把卫生纸的纸桶收集起来,做成简易收纳架,这样可以便废为宝,也可以带来生活的乐趣。 八,家里可以放置分类垃圾桶,我们提前做好垃圾分类,再投进小区的公共垃圾桶内。 九,外出需要住宿时,我们可以自备牙膏、牙刷、梳子、拨鞋等生活日用品,质量不使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,这样既注意个人卫生,又能节约资源。 十,我们可以提醒家人用淘米水洗水果或者浇花,尽量使用乌龄洗地用品洗衣服,这样可以节约用水,也可以减少污染。 相信,这份凝聚着大家智慧的建议,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,也会让大家受到启发,积极地投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。 只要每个人改变一个习惯,改进一种做法,我们的生活环境就能够得到不断地改善。 同学们,这节课,我们紧紧围绕话题,针对环境问题的现象和危害发表看法。 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,形成了这份保护环境小建议十条。 课下,同学们征得学校或社区的同意,可以把它张贴在布告栏里。 那时候,大家一定会更有成就感。 时间很快,这节课就进入尾声了。 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小任务。 课后,我们运用今天课上学习的方法,围绕你所关注的环境问题,和同学或家人继续进行讨论。 修改或补充你的保护环境的小建议。 好了,同学们,这节课我们就上课。